正当民主党人的劝退声浪越演越烈 现年82岁高龄的美国总统拜登 粉碎了这个周末可能宣布退审的传闻 誓言会在总统选取竞选到底 还预告会继续揭露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的2025计划议程的威胁 拜登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目前在家里隔离治疗 他在星期五发声明预告 下个星期就会回归竞选活动 自从拜登在第一场电视辩论表现不理想 让特朗普占上风之后 如今已经有超过十分之一的民主党议员 公开呼吁拜登退选 也有党领袖私底下劝退 免得民主党在11月的总统决战负上代价 他们担心特朗普到时不但会入主白宫 共和党也可能会在国会两院占多数席位 至于特朗普的2025计划 也叫做总统过渡计划 是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 发起的政策提议 包括反对保护少数族裔的公民权利 打击堕胎权 推动反移民政策等等 让特朗普重掌白宫之后 重塑美国联邦政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法治民主兰之后